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台湾的哈雷的旗舰店 在台湾一共有四家店 这是其中的一家 我们先赶紧进你们 太热了 今天刚到台北 然后温度实在是有点不适合 毕竟北京都已经入秋了 然后我们刚才黄顾了一下 这个里面的店的店面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刚才我讲的 在台湾一共有四家哈雷店 这是其中一家 另外三家有一个是在桃园 还有在高雄 还有在台中 这几个都会有 然后刚才看了一眼车 车的品气也还是挺悬的 当然一些特别新的车型 也都还没有进来 比如我跟温儿说 今年的上海车展完了之后 我们大概44月份 去新加坡试驾的 哈雷的750Jade Road 那个车这儿也没有进 大概都是2018年才会到货 其他的车价格其实跟北京比起来 我觉得没有占什么太大的优势 比如这台车 这个是带纳的定制 然后跟我的车是一样的 这儿的车也是卖到18万 将近卖到18万人民币 大概是80多万台币 所以的话价钱其实不太便宜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牌照非常便宜 刚才我问一下这个店员的这个女孩 她的牌照是台币的1万块钱 1万块钱 而且它所有的牌照是不分这个等级的 无论你是骑哈雷也好 你是骑哈板也好 你骑任何摩托车 它的牌照都是1万多台币 所以的话这一点看起来 还是挺有这个优势的 不像我们在北京也好 或者说在上海也好 一张牌子都要卖到大概10万 8万 10万以上 其他的这个区域都非常的这个 地区也很特朽 然后这个屋门都有能维修的 有些改装装式的 然后因为我们车一个游客嘛 来到这儿的话 可能要带一些当地的 用特点的 用地标的一些哈雷T恤 大家也知道我拍了一个 自己收藏的哈雷T恤 一个视频大概有100多价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台北之后 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 因为基本上你到每个哈利店的话 都会有这样一个大柜 新年的柜 里面有不同的图案的T恤 能够代表这个当地特点的 基本上也就这一角了 还有一个棋子 其他的话都是比较传统的 这种美式的机车啊或者大明星啊 或者这种什么其他的这种 哈雷T恤的造型啊 也有特别多的这个 所以我打算买一下这个 有多少钱 这个是1380 1380除以5差不多 351是5 200多块钱 200多块印象 能不能需要代购的小伙伴 我打算买一件M的 看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胖了 以前我穿 前年我最瘦的时候能穿S号 去年的话我只能把我 以前买的M号的穿回来了 最近我都穿的是L的 我为了激励自己啊 买一个M号了 相信我还能收获 在这个哈雷店买东西的话 如果你有 反正也分店啊 如果你有这个全球的车厨卡的话 通常会打一个折 咱们这边是打几折 要看那卡是什么啊 反正基本上我们 我预料都是打我们8折85折 然后有时候我去国外 比如说去英国的时候 你跟他说你车主上 他基本也都会打几折 他在这儿是个妹子 哦哦哦哦 1380 拿着刀1000以为很大 结果还要再给一段 很少超1000以为很少 1380的话 刚才我算了人民币是200 啊 哎哎 人币是200 200多 哦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您 这个是台湾哈雷的名人榜 他有一些这个跑山啊 或者说跑那个长距离的旅程的一些记录 包括一些铁人的比赛 一些获胜的选手都会上当地的名榜 然后有个牌子会挂在店里面 然后刚才我们买人提起之后 也问了问这个店员 因为我们看到所有东南亚的国家 其实很多地都是卖哈雷 但你在街上不太能看到你们骑哈雷 因为天气实在太温热了 啊 这个感觉七五分钟就会中暑 啊 所以的话 刚才也问了一下 因为整个这个台湾是一个盆地 是一个山 是一个叫山城一样啊 它的四周都是山 所以的话很多这个台湾的这个车主 他们都是去这个晋山的时候才骑哈雷 他们会创造这样一个场景的机会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其实哈雷就压压弯啊 跑跑山路啊 非常的惬意 在城里通行呢 基本上还都是以这种 就是小的踏板为主 就是好多黑人兄弟戴帽子都不撕贴纸 是为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从来也不撕 也不是 跟大家说了 就好多这种帽子帽子都是带贴纸的 是因为好多这个 其实以前也是撕掉的 但是因为就是以前是好多黑人帽子 他们买一顶帽子不容易 所以他们通常会留着这个镖 然后让人觉得一直是新的 这样呢 在跟人换的时候怎么样 你都会比较之前比较方便 那能到戴一阵子帽子上 不会留下什么汉字污渍吗 不是所有人都像阳王老师 买都像你这样 你看这上面是精灵气候 租源欲人 所以这个 后来就是因为这些老黑人帽子 带着标慢慢又成为潮流了 所以就是那些老黑人帽子 这就是那些老的附护 在这些老黑人帽子的老黑人帽子